各位去動漫展 COSPLAY 每個都在COSPLAY誰 海賊王的那個娜美啦 你們都在物化女性 你們都在攻擊漫畫 你們不尊重動漫 以後動漫展不要辦好不好 動漫展拒絕女孩子穿 穿那種暴露的 不准COSPLAY 不准肉捏捏 動漫展 AB展也不要辦了 你是女生你就給我穿好衣服來 你不准給我穿暴露 穿暴露就是 侮辱這個職業 侮辱這個職業 你侮辱我們職業 物化女性 來民進黨 你在物化動漫嗎 我們我們 請你尊重動漫好不好 民進黨解釋一下 來 民進黨的嘛 你們民進黨的嘛 穿那麼辣是為什麼 那個捏捏都快跑出來了 怎麼回事 來講一下啊 當柯文哲的婦女活動出世 他居然選擇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轉移話題 那去 羞辱毫不相關的動漫產業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遺憾 而且我也要再次的強調 就是說 我可以 喜歡任何的角色 我可以是任何的樣子 我可以 角色扮演成男人 女人 年長年幼 但是你這個人沒有資格 決定我的外貌 要是什麼樣子 各位去動漫展 Cosplay 每個都在Cosplay誰 海賊王的那個納美啦 你們都在物化女性 你們都在攻擊漫畫 你們不尊重動漫 是這樣子嗎 是可以無限上綱嗎 以後動漫展不要辦好不好 動漫展拒絕女孩子穿 穿那種暴露的 不准Cosplay 不准肉捏捏 動漫展 AV展也不要辦了 因為AV展裡面呢 會有什麼 人家 你說辦空姐嘛 叫侮辱你嘛 那AV展啊 我請AV展以後都不要辦 台灣全境 因為AV展裡面有什麼 有辦律師的啊 有辦會計師的啊 有辦 也有辦空姐的啊 也有辦什麼老闆的啊 也有辦水電工的啊 那全部都是 全部都侮辱這些職業嗎 所有的職業都被侮辱到了 還侮辱捷運 侮辱公車 侮辱泳 那以後我們去海邊 只要穿比基尼 只要穿辣妹T字褲 只要去海邊看到那些性感的 我們就過去 欸 欸 把衣服穿起來 你做什麼職業的 我做什麼職業的 幹你什麼事 不是啊 你是女生 你穿衣服不可以這樣子啊 這樣你能不能尊重你的職業 你是做什麼職業的 我是做一個幼稚園老師 幼稚園老師怎麼可以穿這麼辣 我是軍人 我休假 軍人怎麼可以穿這麼大 我是消防員 我是警察 我是女生 你是女生你就給我穿好衣服來 你不准給我穿暴露 穿暴露就是 侮辱這個職業 侮辱這個職業 你侮辱我們職業 物化女性 喔 是喔 來 解釋解釋給我看 來民進黨解釋給我聽 這要怎樣 這又是什麼 不是解釋給我聽嘛 這什麼 來民進黨 你在物化動漫嗎 我們我們 請你尊重動漫好不好 這又是什麼 這什麼啦 這要有多物化 來來來解釋解釋 民進黨來解釋解釋 民進黨解釋一下 來 民進黨的嘛 你們民進黨的嘛 穿那麼辣是為什麼 那個捏捏都快跑出來了 怎麼回事 來講一下啊 快點啦 對不對 來看這部物化女性啊 有沒有物化女性 民進黨 來 有沒有 有沒有物化女性 來 想要問一下你怎麼看 因為館長今天在講到柯文哲物化女性這個部分 也把你拿出來舉例 還說你物化動漫 其實很多同好並不喜歡 顯然不瞭解這個產業的政治人物 來做角色扮演 來做Cosplay 可是作為 我作為一個動漫愛好者 跟民意代表雙重身份的人 其實我並不排斥這樣子的行為 因為我認為 也許是有接觸才會有 親近的可能 那但是我要提醒的就是說呢 很多人 看到的很多政治人物Cosplay完 其實顯然並沒有對我們動漫產業有更多的建術 那大家 對於這些 中年男性的政政物在角色扮演完之後 其實 常常也都沒有去看 他們後續做了什麼 反而像我一個 一直以來都非常關心動漫產業 並且可以失資協助的人 在這樣子的論戰之中 必須去被羞辱我的身體 羞辱我的外貌 我覺得非常的遺憾 因為這樣子的言論顯然就是認為 年輕女性是可以被軟土伸絕的 那一如就在半個月前發生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說 有一位年輕女性 在數萬人的 活動場合裡面 只是用A4子 舉了一張抗議性別歧視言論的標語 就特別被拿出來鋪天蓋地的羞辱 那回到最後 就是我還是要再強調一次 第一個就是說 我真的是非常的遺憾 館長 因為其實館長 我們可以看到他過去 為了要親親年輕人 在自己的直播裡 其實也常常會使用這個動漫的哏 或迷音來跟 年輕的觀眾互動 那這樣的狀況之下 當柯文哲的婦女活動出事 他居然選擇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轉移話題 那去羞辱好不相關的動漫產業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遺憾 那你會不會希望說 館長再對他的面對來對付 嗯 我想我在這邊就是表達我 對這件事情的 看法跟態度啦 那至於他要講什麼 我想 我只能說我覺得非常的遺憾 那當然他要道歉 要不要道歉 這個是他的自由 但是我想 作為一個動漫迷 作為一個國會議員 我必須要把我的態度 說清楚講明白 而且我也要再次的強調 就是說 就像我文章裡最後寫的 我可以喜歡任何的角色 我可以是任何的樣子 我可以 角色扮演成男人 女人年長年幼 但是你這個人沒有資格 決定我的外貌要是什麼樣子 字幕志創作人